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着文章 因为很多年不得麻烦 就认为打疫苗是没有用的 不需要打疫苗 疫苗是我们医学发展以来 人类最伟大的 最值得称赞的一个成绩 是最大的一个成就 所以我们对疫苗来讲 我们之所以现在老百姓对传染病感觉都慢慢远了 就是传染病减少 过去小孩得的病 包括我们现在老百姓得的很多常见病都是传染病 传染病这个问题来讲 之所以现在一些劣性传染病的减少都要归功于疫苗 所以乙肝也是如此 乙肝的话 那么疫苗的注射来讲 一般情况下按规范治疗016注射一次就非常好了 那么如果说你要去查的话 你三到五年你可以查一下它的表面抗气 如果表面抗气比较低 再加上你这个家族里边 或者你和你密切接触的人 你确实有乙肝患者的话 那你就建议必要进行再追加打疫苗就可以 但一般的情况下 乙肝疫苗打后可以持续很多年 那么对于加州死里面有乙肝病人来讲 就相对的要关注 要注意一下 还是去最好查一下 很多人来讲 我不想打一个疫苗 如果是成人的话 你生活比较规范 我觉得你不打其实也可以 也不是说绝对非要去打